透过全新的疗程 也让越南移工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越南籍移工邓文衰 因为在一场气暴意外当中 造成左膝粉碎、小腿断裂 并送往高于大中和医院急诊 在医师团队的吉利咒助下 以及搭配先进的3D恋印一支 让邓文衰从事站起来的勇气 而组织医师吕俊宽说明到 为何想要运用3D恋印来制作一支 因为这种旋转整形手术 刚刚讲过就是说 目前台湾外伤是首例 那其实就算是小儿肿瘤 做这种旋转整形术 就我知道的 也就只有高一之前做过两例 所以一般市面客制化的 西上节肢、西下节肢 比较没有办法去完全 让这个邓先生走路这么的顺畅 所以陈佳琪主任才会想到说 因为现在3D恋印是非常进步的东西 所以经由3D恋印做出一个更符合他行走的意志 接受高一救护医疗的越南籍医工邓文衰 也对高一的细心照顾表达感谢 感谢高一感谢院长及高一的团队 然后给我一个新的意志 然后让我重新站起来 高兴高一的团队 帮助他很关心 然后细心的照顾 让他有一个伤口有愈合 目前3D恋印制作一支 也可以用于个人化需求 透过精密的3D扫描仪器 制作的一支 远比传统一支 更能精准地对接一支 其他零配件 穿戴3D恋印一支行走时 也更为舒适自在 十方新闻云鸭带 局建议高雄陈峰报道